林先生仍然在台北工作 因为前几年家中长辈身体不好 才决定返乡工作照顾家人 后来金朋友介绍 发现务农也是个不错的工作 进而投入传统农业 种植秋葵 我六八年前都在台北 很晚葵 就住家里 阿公阿嬷身体不好 家里人叫我回来落国 来到阿公阿嬷 然后朋友 周遭的朋友 建议说我可以来精彩 然后来体验看看 现在就开始进秋葵 做农也可以体验一下 做农的辛苦 做农的经验 鼓励少年 可以来体验精彩 做农 体验一下 居民刘静诚表示 原本许多农地都因为没人管理 呈现荒废状态 年轻一辈要返乡参与农作 老一辈会给予支持帮助 把经验传承给下一代 也希望政府能够多照顾年轻农民 支持他们返乡务农 这个我们这里建议就是我们老家 我们的座山流下来 本地我也是说放在这里的风味也没差 这个年轻有的年轻人在外面经验到有想要回来 体验我们的社会 我们农村的这种的生活 有这个年轻人我们当然就一定要给他机会 好好告诉他 应该基建要做 年轻人来做款 发贵款 这就很好的一个建筑 这如果他我个人的 只要年轻人只要没 他如果开水 我发贵的范围来 我一定会给他打三天 近年来有许多七年返乡参与务农 县议员伍瑞芳呼吁县府 对于年轻农民应该多给予辅导 补助 帮助他们返乡创业 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我们的六个乡 现在有些年轻人 要回到我们的故乡 为我们的故乡来务农 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希望南岛政府这边 可以多多来鼓励年轻人回乡 有一些经肥不高创业的话 是不是能够来补助一下 来多方面来辅导 让他们能够留在乡里 务农 这样子的话 就是我们六国的经济 比较活络 南投人口日渐恼化 议长何顺丰鼓励年轻人返乡 并希望县府重视 七年返乡务农的议题 为传统农业注入新活力 记者卢与凯 陆古乡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